《 怪獸家長》 香港現在一定是怪獸家長 就是你叫小朋友努力去做 就是怪獸家長 我坦然告訴你我都是怪獸家長 你做學的事情就要做好那件事 做好那件事就要練習 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 你不需要練習就得到好的成果 我不會想避忌這件事 然後放任小朋友的心理 你可以不學音樂 你講不學會 但你要學音樂的話 你就要練習 辛美最近一口氣推出三本新書 其中一本提早跟孩子做朋友 就是關於親子 雖然自稱怪獸家長 但辛美有她自己一套教育之道 怎樣才可以跟孩子做朋友 各位P牌父母 聽聽辛美怎樣說 我實際方法就是跟他一起玩 真的玩 我很小時候他們玩貓船陀螺 我玩爆船陀螺 他們玩寵物小精靈 我講過小精靈 他現在打手遊 我跟他一起打手遊 我講過小精靈 那我也有樂趣 那我也有樂趣 原來我也有貪玩 有小時候 我跟他一起玩爆船陀螺 我跟他講物理 為什麼那個爆船陀螺 我也是在教他的東西 然後到現在 到底是他教我打遊戲 跟他做朋友都是一樣 因為在跟他打遊戲的時間 但有時候我們打遊戲都是 你過來幫我 過來幫我 然後他教到我 贏得到對方的時候 我們會很開心 雖然我之前可能罵完他 但那一刻那種快樂 是跟他一起踢球一樣 玩他喜歡玩的東西 或者在那裡建立朋友的關係 不過 森美強調適當時候 都要有父母姿態 他還說 不贊成家裡有民主 家裡為什麼不行民主制度 什麼情況之下 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要大家的權利 獨平等 在那個情況之下 大家每一個香港 即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之下才行民主制度 在家裡第一件事很難平等 我是爸爸媽媽 你的子女 這個是不平等的 本身我們身份都不平等 行不到民主制度 對嗎 那我還有一件事 如果行民主制度 我生了五個兒子 我只有父母兩個 今晚投票 吃飯 吃朱古力和雪糕 還是吃魚和菜 大家投完吃朱古力和雪糕 那對你好不好事 不是好事 那這個制度是不是不行 在家裡 你和妹妹兩個 就可以行民主制度投票 我做做做 如果不是 今晚吃什麼 你怎麼坐 睡在這裡讀書 還是坐在這裡讀書 都是聽我的話事 那我解完之後 它好像有點明明 家長父 每一個家裡 都有自己教自己子女的方法 而每一套 自己在家裡的方法 都應該活動的 因為那套子女 是用你的DNA 吸出來的 所以你最清楚 他們在想什麼 只不過combination 是像老婆多點 還是像自己多點 像阿爺多點 還是像阿婆多點 你在那裡想得到之後 你便用自己的方法 調整整齊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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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